也不知道为啥 现在的假面骑士几乎年年都会有融合大杂汇形态 诚然这些形态能力多样 几乎不吃纸面数据 但相对的 他们登场时间普遍比较晚 并且为了节省经费 许多逆贴能力 要玩第一次就没有第二次 反观那些三位一体的骑士 他们或许能力比不上大杂汇 可排面和待遇这块 却一直都没差过 本期视频以下存在的铁之门细盘一波 那些拥有三位一体形态的来打 1.假面骑士50蓝 伟大的家人侠唐老大曾说过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Family更重要 我们的澡堂战神50蓝一挥 明显就深得真传 在剧场版战斗家庭中 无敌的妈妈桑小宇宙爆发 肉身释放群体进化技能 恢复了一挥等人的变身能力 同时分雷形态的硬张 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于是乎兄妹三人齐心的象征 假面骑士50蓝就此诞生 从造型上不难看出 假面骑士50蓝的主帖 为立为暴龙基因组 在此基础上 加入了弟弟来一步 与妹妹争得的披风和装甲 要说丑也不至于 就是感觉有种热带风味 冰红茶的美 哥罗布看完都得单走一个6 名字马则取自主角团三人的姓氏 包括皮套的装甲和肩甲 也分别用了5、0、蓝三种图案 构成了50蓝这个名字 不过这里小城有个问题啊 明明东英一直强调 利维斯是个二人来的 分雷形态也必须靠 利维和维斯合体才能变身 结果融合成50蓝以后 皮套上针就一点维斯的要素都没有 隔壁工具人优性看了 都得直呼内行 既然50蓝是剧场版限定形态 那能力方面不必多说 突出的就是强无敌 左手握妹妹的铁扇 右手吃弟弟的光枪 脑袋上的马尾还能帮忙暴力清场 打起怪来基本一拳一个相当炫酷 但不知道为啥 一部一个小时的剧场版 安排给新形态的纯打戏 仅仅两分钟不到点 好在利维斯是骑士50周年纪念来打 距离少的排面 在别的地方补回来不就成了 这部在小城最近的视频素材 假面其实50周年纪念图件上面 利维和维斯就稳坐了分面C位的位置 除了他们以外 其他骑士也是一个没落下 从主棋到副棋 各个都收录了官方拍摄的高清写真 甚至连1号2号这些老骑士 也和平成90年一起 单独收录在了图件上册中 招和闹而狂写 哎等等这是啥 帅呀 想不到图件的赠品 竟然是假面骑士50周年纪念徽章 上面除了利维斯以外 还有另外三位代表不同年代的骑士 钻起来的样子 还有点至今变身腰带的感觉 怪好玩呢 没想到这么完整的一套图件 还会送徽章 扑克牌 这些精致的文创周边 纪念意义和实用观赏性并存 非常有心啦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记进入下方小黄车入手哈 2 令和带恶人 假面骑士圣任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圣任一人竟然拥有三个三位一体形态 首先是短片剧场版登场的冲动巨龙 这个形态是靠圣任原有的勇气之龙 与代表爱情 荣耀的黑白双龙合体而来 光看这批分加裙摆的组合就能明白 冲动巨龙 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 初登场时仅靠一己之力 轻松分映了持有禁忌圣剑的孤寡老人 TV中再次登场后 又能做到两刀秒杀对手结束游戏 这情愫越强战力越高的设定 术师把维星玩透彻了 第二个三位一体形态 是TV40化登场的特辑圣任 腰带上插入的驾驭书 分别为托马的勇气神龙 伦太郎的雄狮战技 以及贤人的阿拉基纳神灯 因此特辑圣任还有个外号 叫龙狮灯三侧 它是十圣任三形态中数据最高的一个 即使伦太郎和贤人没有变身 他们依然可以靠友情加成 自由控制圣任释放各式的专属招式 成功让寿司圣主当场破防 脸面全无 第三个形态 则大结局限定的全能圣任 表面上看 全能圣任只有托马老师一人使用了新道具变身 但别忘了 龙太郎和贤人的特效 都是从奇幻全能书里出现的 并且圣任释放必杀的时候 二人也能共享所有驾驭书的技能 把BOSS老巫当陀螺一样来回抽打 如果说龙石灯只是三种力量融合 那全能圣任就真正意义上 将羁绊的力量起大成了 三 石王三阶 要说最让爷爷痛苦的戏码 那绝对是金风无野 在假面骑士中 皮套爷爷高颜成二 也曾因为金风被折磨的苦不堪言 牵入电车四傻放飞自我的电王顶点形态 还没完 平成收官座 又给他安排了一个石王三阶 这个形态是小魔王与加成盖茨沃兹的力量 三位一体融合诞生而成 其变身过程无失任何时间与空间的定律 哪怕不在同一个维度 小魔王照样可以把两人变成G-Sherk和小天才 强行拉来合铁 别的不说 你看盖茨和沃兹这生无可恋的表情 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更何况变身后还要把自己的脸贴在肩甲上射死 多大妈你可真是个设计鬼才 当然这个形态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原本在2068年缝魔的时间线中 并没有三阶的存在 这种是因为三人羁绊的影响意外获得了这份力量 缝魔压根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在第48话里 才会首次吃鳖被三阶狠狠羞辱 真爱老魔王从打破信息插作起 4 灵奇 天下统一魂 登场于X赛德 吃斗人剧场版 加面就是灵奇的又一个特殊强化形态 枪着裙摆与满身黄金甲的造型之下 是枝田信长 分成秀吉 还有德川家康三位日本战国大名 同时给予小尊的灵力 不仅如此 零二七成哥和三级亚兰的武器 他也能自由召唤并使用 直视剧里并没有完全解释为啥能用 性长魂TV里成哥用过 将行关联我也算认了 但秀吉和加康魂都是第一次出现 难道秀吉和加康都那么要安排鬼仔十周年再做皮套 脸脸都不要了 很多小伙伴认为 天下统一魂打赢了无限魂都打赢不了的怪人 所以实力应该处于天花板水平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无限魂剧场版区别 是因为小钟位处于灵体状态 没有变身者加持 无法发挥出权力 所以表现才不如天下统一魂 这样互相掐架的话 无限魂肯定还是在你之上呢 5 细琪 流星福子融合态 再说这个形态以前 还得聊聊四载的流星融合态 起初在本篇剧场版里 贤太郎意外获得全校师生 齐心制造的融合开关 借此将假面骑的流星的力量与四载融合 变身成为了流星融合态 靠着新皮套保护器的加持 与李小龙的入肉拳法 打赢了反派天地双龙 后续伴随着福子开关的加入 这个形态才得以实现三位一帖 成功升起为流星福子融合态 光流星附体时 四载已经拥有超越宇宙的力量 三人合体后 它的战斗力更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 脚底增加的滑行 用旋臂滑翔器 能够让其超音频移动 双臂的火箭导弹 又可以丢出去进行远程轰炸 而且这导弹还不是一次性道具 上一秒刚丢出去 下一秒你就知道 它从哪里又填充了出来 果然你们来打人均一个四次元口袋是吧 最后不出意外 流星福子融合态 与法爷的月身魔龙一起解决了boss 现在他的皮套已经被改成了假面骑士银河 估计以后很难再次返场了 六 德加巴基 登场乐器第十八化 连续使用加鲁鲁八下 德加三枚怪物敌上 小度即可解锁这个特殊的派身形态 三首秀时 德加巴基的战力就直逼踢一踢队 能自在使用所有怪物的武装 但是这个形态对变身者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一般的大 变身时间只能维持在五分钟以内 所以距离只用过一次 就再也没出现过 魔王变身的德加巴基 属于超战斗DVD里的整活节目 因此小城就不多说了 七 亚奇陀三位一帖 与死亡的三阶一样 亚奇陀的三位一帖是个意外诞生的形态 对苦必良踹进安全区的缘故 金上强夜曾短暂恢复记忆 为了阻止乌鸦尊者 他再次变身假面骑的亚奇陀 结果对面不讲武德 还喊了个独眼乌鸦 在背后准备偷鞋 面对邪恶的二打一 亚奇陀绝境爆发 变身成了三位一帖形态 左暴风 右火焰 大地在中间 两把武器同时使用无异于无双割草 然而这个形态因为存在致命缺陷 出场次数并不算多 从设定上来看 三位一帖并不是亚奇陀的正确进化 就像死亡三间 是本不该存在于时间线中的力量 从幕后来讲 火焰军刀核风暴战级两把武器 因为重量不一难以操作 皮套眼药书表示 刷起来相当吃烈 要不是为了照顾后背 凑齐六位一帖 这形态恐怕在TV完结后 惨遭血藏 永远不见天日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告一段落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